南加州中华科工学会 仍在5月2日隆重举行第53届年会 年会的主题是新火相传 共创辉煌 年会中包括2015年科技研讨会和圣诞晚宴 根据南加州中华科工学会会长刘登海指出 今年的大会中指是新火相传 共创辉煌 大会节目包括科技研讨会 大学和研究生优秀学生总学金 得障者研究成果 海报个人展等等 希望青年学者和职场新人参加 今年来讲是新火相传 永续未来 希望大家把以前的经验传到下面来 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另外一个目的是要有些年轻的学生 参与我们的会 才会继续下去 学会公关主席陈忠表示 节目还包括为青年科学专业者设立的 领袖卓越追求平台讨论 在这50多年之间 科工会不断地成长 也是靠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学者们 不断地他们在本身的领域上自己进修 自己不断地分享 不断地学习 同时呢 在他们现在即将要退休的时候呢 他们也借着这个机会能够盼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 然后来这方面的领域能够接棒下去 能够同时鼓励大家 这些年轻人 多来参与这么好的一个学会 学会在招待会中介绍今年的活动和团队成员 年会重体安排 科技研讨会开放 大学生 研究生中学金申请办法等等 年会终于5月2日星期六 在南加喜瑞都市喜来登酒店举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ina 维时编辑报导